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莉斯的醫院外 人滿為患 母親菲南達帶著她十七歲 感染登革熱的兒子 等待進入醫院掛號 七十三歲的安德烈茲 也是阿根廷這波登革熱大爆發的受害者 根據世衛組織所公布的數據 拉丁美洲地區目前正經歷恐怕是該區史上最嚴重的登革熱爆發 今年到三月底為止 該區已通報超過三百五十萬起登革熱病例 一千多人死亡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其中光是巴西 阿根廷跟巴拉圭這三國 就在每週登革熱病例超過百分之九十 死亡人數百分之八十以上 當中巴西約兩百九十七萬例 巴拉圭超過十九萬 阿根廷有十三點五萬 泛美衛生組織指出 高溫 熱浪 嚴重甘旱 儲水不當 洪水等都增加了病沒文字審 而專家也強調 今年是勝一年 豐沛的降雨也成為登革熱病例大增的直接原因 埃及斑蚊或白線斑蚊都是登革熱的傳播媒介 而且都在白天吸血 即使人在活動中 這兩種蚊子仍會持續吸血 與其他蚊子明顯不同 其中埃及斑蚊 對人工容器 包括竹水槽 空瓶 花瓶 廢棄輪胎的積水為自身地 沉蚊一般清理在室內 百線斑蚊則喜好在竹筒 樹洞等積水處生長 沉蚊清理在室外 所以無論室內室外 只要容易積水的地方 都是登革熱病沒文自身的場所 也都可能有病沒文存在 登革熱病毒會引發劇烈頭痛 發燒 嘔吐 肌肉酸痛 皮疹等症狀 雖然大多數感染者 能在一心情內康復 但部分重症案例 可能導致休克 內出血 甚至死亡 除了止痛藥外 沒有具體治療方法 目前包括加勒比海島國 巴貝多 哥斯塔利加跟瓜地馬拉等國 通常都在下半年也會爆發燈隔熱 但現在的病例都已開始增加 而福多黎各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基管中心CDC 已經對周南美洲超過二十個國家 發布旅遊警示 而亞洲的新加坡 今年到三月底為止 已出現超過五千起登革熱病例 造成七人死亡 更以超過去年全年六人死亡的總數 個人新聞 記者請編譯